早安 我是Ford 今天他們公佈了3.1.0D的Patch Note Preview 這就是余覽0 暫時還未推出 他們說今個星期稍後的時間 又或者下星期才會推出 這次這個Patch跟之前一樣 主要分兩部分 上面那一部分就是Arch the Masses的改動 下面那一部分就是對遊戲其他的改善又或者修正 首先在這裡先說Arch the Masses 上面你就看到Arch the Masses 在現在玩的版本裡面 很多都是免疫不同的異常狀態 他們將這一大堆免疫的東西下調 變成減少50%或者80%的效能 關於免疫這一部分 我就不會跟著他這個順序去說 我自己弄了一個表格 就比較容易看 就是分開它不同的元素去看 首先就是Prima Frost 原本就是免疫Freeze和Chill 即是冰緩和冰凍 現在就變成減少80%對凍的異常狀態的效果 然後Frost Weaver和Frost Strider 都由免疫Cold Alignment 就是剛才所說的三樣 變成80%減少他們的效果 接著就到了Ice Prison 原本也是免疫那三個凍的異常狀態 現在它的效能就會減少50% 然後再落到火了 就是Flame Weaver和Flame Strider 這兩個原本都是免疫招搶 即是Scorch 現在就會降低至80%效能 再落到電的那一堆 Dynamo 原本就是免疫感電 改了之後就會變成減少80%對電的異常狀態 電的異常狀態就是感電和殘喘 接著到了Storm Strider和Storm Weaver 這兩個原本是免疫電的異常狀態 即是剛才那兩個 改了之後就會減少80%效能 而到了最後Mana Siphoner和Storm Herald 他們原本也是免疫兩種電的異常狀態 改了之後就會減少50%對他們的效能 那免疫的那一段就是這樣 再落就是它對其他Arch-Namasis的削弱 這一段就要跟Patch Note順序說 首先第一個Storm Infuser 他就由之前的Overwhelm 30% 即是震壓30% 就下調到Overwhelm 10% Physical Damage Reduction 接著就到了Rejuvenating 這一個他就會減低對這個傳奇怪的回復 就是降低到兩秒之內 就回復10%他們最大的生命值 下一個就是Avergy 叫出來的那隻會在玩家的身邊 再不是在他自己身邊 而且叫了他出來之後 那件東西是有兩秒時間 是完全免疫傷害的 簡單一點來說 就是你如果在耕生之後 再遇到他的話 你就很難會再打死自己 因為那隻東西現在就在你旁邊 旁邊就沒有東西 你只要不碰他 也沒有東西碰到他的話 基本上就是安全 除此之外 他叫出來的那隻東西 在最開始的兩秒鐘裡 是不會受到任何傷害 就不會反彈回來了 不會reflect到自己 除了剛才所說的東西之外 原本你所承受的就是 100%的reflect damage 現在他就是把那個damage 100%降到50% 下一個就是Crystal Skin 他就是改善了他的視覺效果 讓你容易看到 下一個就是Trackstar 這個Mod 就不會再可以在掘礦裡面找到 因為之前Reddit有人投訴過 在掘礦的時候 當你去到最後 走到最後的時候 遇到一隻Trackstar 他跑到老遠 你根本不可能追到他 你不會夠燈 他在暗位你也打不到他 所以他們把Trackstar的Mod 在這個掘礦裡面完全移除 到了最後跟Archino Massage有關的 就是Trackstar 這個詞 就不會再在Blight那裡出現 你打雕落的時候 就不會再遇到Trackstar 那隻非常之硬正 非常之多血的怪 然後就到了第二部分 就是改善和修正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就是 就是當你過競爭的時候 你升Level 就不會再阻止到你用這隻Sentinel 就是不會再阻止到你用這隻Sentinel 下一個就是 在控制器上面的操控器裡面 有一點就是 當你找到Sentinel的時候 就會直接由白色變成藍色 那個現在它就澄清了 就是在怪身上掉下來 或者你開箱掉下來的Sentinel 這個功能上沒有任何改變 只不過是澄清了 為什麼有時候 你點了那點 依然會有些少許白色的守望 會掉出來 接著這三個都是跟手掣有關的 第一個就是改善了 怎樣可以開到這個控制器 用你裝Sentinel的掣 就可以開到控制器了 下一個就是 當你開了控制器之後 你用裝守望的掣 就可以跟你物品牙裡面的Sentinel 對調 而第三個就是 當你按住右邊的搖桿的時候 它就會展示給你看 每一隻Sentinel 還有剩下多少個Charge可以使用 下一個就是 新的Heidel裡面有幾條柱 現在就改成不可以讓玩家 隨便移動到那個地方 再下一個就是 有一個MTX 有一個皮膚 可以收藏你的Buff的Effect 現在就可以應用下去 Wittering Step的Buff 下一個就是 當你用這個傳奇裝備的時候 就不知道為什麼可以用到這個弓 發象 又或者可以用到這個 丟掉的藥 技 現在也得到修正 下一個就是 跟挑戰有關的 Complete Encounter 2裡面 就是要你打8個MOD的 Blight Ravaged Map 即是這個難些版本的 雕落地圖 所以有8行詞 之前 即使你贏了也好 他就有機會沒有計算 現在也得到修正 下一個就是 Keyrek有時候 他要你殺某一隻Beyond的Boss 這個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完成 現在也得到修正 下一個就是 當你用手掣的時候 你的傳奇或者 命運卡倉庫頁下面 有一條巴 給你可以拉大小的那條巴 就不可以的 現在也得到修正 下一個就是 修正一個 如果有時候進去 A5 Control Block 那個地圖裡面 會輕機的問題 而到了最後 他們就加多了一句 關於Head Hunter 這個獵手 那條腰帶 他們就已經在 落力地Buff他了 當他們做好之後 就會第一時間Patch他 然後Buff這條腰帶 那這個會不會 一個好的投資 我就留給你們自己 作出一個決定 以上就是 3.18.0D的Patch 如果有興趣想一起 吹水的朋友 就記得 進我們的Telegram 或者Discord 甚至乎在遊戲裡面 加入這個 斜Global 852 Korean 這個頻道 如果喜歡這一類型的影片 就記得給我一個Like我 和Subscribe我 的頻道 就這樣 拜拜